有请地队 请你 有请 男嘉宾小罗 22岁 来自广东 学生 女嘉宾小陈 22岁 来自广东 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学辩论社的是吧 对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想要来的 要来干嘛呀 想纠正一下他的很多缺点嘛 就是很多缺点 我都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就比如说他很抠门 然后有时候还非常的邋遢 我们先说抠门吧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出行的时候 不都是坐公交地铁吗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他也不舍得打车 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有一次 下了地铁之后呢 其实停晚的了 然后连共享单车也找不到 那我就想着说 那要不就打个车吧 但是他怎么想呢 他就不舍得花那个钱 然后就直接拉着我走 足足走了四十多分钟才走到家 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当时是十一点了 我觉得走走夜是挺好的呀 对吧 在路上散散步聊聊天 我们可以增进各自的感情嘛 而且你非得挑那个时间段打车 三十多块钱呢 那可是 我觉得没必要啊 说到底你还是计较钱 走路那一整天下来 我都很累了好不好 你就不晓得要照顾我一下吗 就一定要非要省那个钱干嘛呢 我在路上就跟你商量着的 哎 我们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啊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从生活里面 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是要从细节上入手的 你知道吗 不攒这些钱 你的这些钱就会不明不白的 就流走了你知道吗 哎呀 打个车能 行行行行行 你攒那么多钱是不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点窘迫 所以一定要省钱 好好好 除了不让你打车之外 还怎么抠 那平时为数不多 我们出去旅游呢 本来两个人说好 到那里去玩的呀 挺开心的 然后到了之后呢 你让我一个人去玩 然后你就说你在那里等我 那能叫玩吗 啥意思 就是我们去到一个景区 他不进去 你去 我是不跟你进去那个游乐措施那里玩 景区的门票我是买了 然后花了好多钱呢 然后我跟你进去那个景区之后 那些游乐措施我不感兴趣啊 你想玩那你就玩呗 那我就给你玩呗 把我的那份给你玩还不可以吗 对吧 我没有必要花这份钱呢 你完了之后我就在等候区那边等你出来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行你说你不感兴趣 那吃饭呢 吃饭总归是我们都要一起吃的吧 但是你怎么做 我们到了饭店之后 我一个人点餐在那里吃 然后你在我旁边干嘛 在那里吃泡面啊 为什么吃泡面你也能拿出来说呢 就景区里面的东西有多贵 你不知道吗 就一个单人套餐能花八十块钱啊 两个八十块钱加起来就一百六了呀 一百六就是够我们的车费了已经 而且我把我能八十块钱给你吃还不行吗 你就是特别会计较 有时候好吃饭这些我们不说 有一些很少的事情都会计较 计较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时候手机我没有流量了 它流量比我多一些 我就想着说让它开一下热点给我用 但是我还没开一会儿 它就怎么说 在旁边一个劲的催我说 用完了没有啊 用完了没有 没用我就关了 不就是一点流量吗 你一直催有什么意思啊 那个是钱呢 对啊 你看 就是很计较这些事情啊 计较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 就是进地铁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些口罩绳给扯断了 我就想着说 那就买一个新的呗 但它怎么做 它就让我将就一下 把它绑到我的耳朵 就固定一下就觉得OK啊 没问题啊 当时什么情况 我们离家还有几步路的距离了 十分钟不到啦 对不对 我们绑一下忍一下嘛 好不好 我们家里那么多口罩 我们用得完吗 你又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呢 你就不会从这件细节上入手吗 我不是说这节约这事不好啊 但是你这么做的让人听得 就这事有点过了 就我自己的理解啊 也不是啦 就是我们现在是刚出来实习嘛 然后我们工资也不多 再加上房租 然后每个月如果是一不小心的话 就又会流走很多钱 好吧 还有一件我觉得很过分的事情 说 有一次我过生日 然后刚好有个机会 就可以说是坚持冲场吧 就是每个人有一百块钱报销这样子 那本来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可以免费吃东西 然后他怎么做 在我点完菜之后呢 他就想到了个办法 就很投机取巧 然后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退了 然后就不吃 然后挣那个钱 你说这算什么 当时是饭店里面 有那个活动 我们可以去冲场 然后呢 我就问了服务员 能不能把这个 原本可以免费的饭钱给他退了 退了就能赚钱了呀 我就试一下呀 对吧 结果服务员 哎 你打听还可以 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哎 来吧 咱们说邋遢吧 不想听了 听着塞心的啊 说回邋遢 生活上他有多邋遢呢 就拿洗衣服这件事情说吧 他洗衣服 袜子 内裤 这些从来都不觉得需要分开洗 然后衣服一堆 就会堆一个星期才拿去洗 晾衣服也不好好晾 我没有不晾呀 我只是晚一点晾嘛 我堆个几天的一起晾不可以吗 我上班已经很累了 然后下班还得干这种家务活 我就觉得没必要吧 然后一次性把好几天的干完 我觉得挺方便的 没问题呀 生活习惯不一样 不一定邋遢 他说他上班累 我上班就不累吗 当时我回到家 总会把自己弄干净之后 才去躺床上什么的 但他倒好 就完全不顾身上有多邋 就往床上一躺 躺着躺着 他就懒得起来 去洗澡啊 刷牙呀什么的 就更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呢 他可以忍受 我连续两个礼拜 然后不洗头 然后就 就说什么 我有那个干发 免洗喷雾啊 就可以了呀 叫免洗干发喷雾 免洗 不用洗 干发 就是平常我洗头 我都弄着头发乱糟糟 又湿的 我又不能直接躺床上 对吧 他就没有那么麻烦 喷雾 他就是个喷雾 我觉得这个产品 就是为我良心打造的呀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为我打造的呀 我觉得没问题呀 我就是上班太累了 我不想花那么多 精力去应对这种事情 我就喷一喷 我就往床上一躺 挺OK的呀 就是懒 我觉得你找的都是借口 你懒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在家里吃饭 让你去洗个碗 直接不用洗洁精 然后就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你就觉得它干净了 它OK了 你知道这种懒 在我们看来就是什么 就是很脏啊 一点都不注意卫生啊 什么的 为什么在你眼里 我总有那么多细节可以抠呢 洗个碗你也要抠我 我是那种 就是看到这个碗没有那么脏 我就不想花那个洗洁精 你知道吗 我就拿个清水冲一冲 也可以应付一下子 对吧 看了就连洗洁精都能结尾 我都不知道结尾了 它来干什么 有时候说你几句 你还不乐意 就觉得啊 我好啰嗦啊 然后你好委屈啊 明明都是你 应该去改正的缺点呢 姑娘你是不是觉得特懒 对特别懒 我觉得她要说她是天下第一懒 你觉得你是天下第一懒 她就是天下第一懒 我觉得她不是 你是 她是天下第二 你是天下第一 你要是这么受不了她 你为什么不走呢 你说你得有多懒呢 怎么还说她呢 别说她了吧 你这么说她 你不就说你自己吗 这不是你选的人吗 那一开始的时候 她也不这样 那现在已经这样了 赶紧跑啊 每个人都有缺点 那我也认为 我也有什么缺点在了吧 那我们就是要相互磨合吧 就是我说她不好 她就有些不好 真的不好 她就改正呢 那我也相对应的 我也一样啊 你女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你说说吧 我们听听 那你在我心里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个样子吗 就你其中最大一个缺点 就是爱面子 就是比如说 我们去商场里面 买个雪糕 雪糕而已 对不对 一个食品而已 四十多块钱 我说你一开始 你不知道四十块钱 但是最后付款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条码 显示是四十块钱 我叫你拿去退 你有没有去退 你当时就是干嘛 你当时就是觉得 那个服务员在看着我 哎 我不好意思 把它拿回去 看到那么贵的东西 你都往得下手的吗 就一口 一口四十块钱就没了 我无法理解 那那次雪糕 我也确实一开始 不知道它这么贵啊 而且我拿都拿了 那我正好不就借这个机会 尝一下它跟那些 平价的雪糕有什么区别吗 那你就是当做一次尝试啊 而且我又不是每次都这么做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 发生这种现象了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商量好了 去商场里面逛 对吧 不消费 然后就是聊聊天 参观一下 散散心什么的 结果倒好 杀出了一个化妆品店的 服务员出来 把你拉进店里面 一顿推销 结果你还真买了 几百块钱的化妆品 你这算什么呀 不是商量好了吗 化妆品 那是化妆品 每个女生都会有 用到化妆品的时候吧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完全是被那个店员 忽悠着去买的 我就是觉得那个 他推销的那个 我正好需要 而且我家里那个 也正好真的快用完了 而且那个店员 也跟我说了 那个东西是限定包装的 我要这一次不买 我下一次就买不到了 那我买它既有用 又买得值得 我觉得很合理呀 两全其美呀 你拿它出来说干嘛呀 我问问吧 就是在你的眼中 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已经听到两个了 抠门 另外一个是懒 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就是 不听我说的话 简单点就是 也不站在我的立场 为我考虑事情 不听话和不考虑 男生你能回答我 你女朋友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就是心里只有自己 你知道吗 呦 怎么这么说 在我看来她就是变了 她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就比如说 一开始跟她聊天 给她发的那些生活上的分享照片的时候 大家还有来有回的 会回 但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我发了一连串的图片给你 你跟没见到一样 然后非得我问你一句 你在吗 我都怀疑你不在了 你结果回了我一句 在呀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所有的都不回你 只是有时候你分享的那些照片 其实以前也大多不少的都分享过了呀 而且我知道 有时候你有分享的这个心 我就觉得我看到就好了呀 我是什么都要回的 而且有时候工作也挺忙的呀 你们俩谈了几年 我们的话是差不多快两年了 彼此见过对方的父母 有见过 都有见过 对她有什么印象 其实她这个人看起来都是 蛮踏实的 蛮老实的 就是感觉我父母可能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 你还好意思说父母这件事情 你来我父母家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去你父母家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 都是很端正的 然后你来我家的时候 我父母带你去喝茶 你怎么做的 你就一个劲的在那玩手机 就是我跟我父母都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都感觉我对你父母的态度挺好的呀 为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不就是有一点尴尬吗 你也不用这样子 搞到场面好像你好高端一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第一次见你父母 我难免会有 就是尴尬 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打交道啊 然后我当时玩手机 我不是真的全程都在玩 我只是也是想借过手机 演示一下我的尴尬而已 那反倒是你 你怎么不观察到我那种处境 然后出来帮我说话呀 你就只看到我埋头玩手机而已 所以你们俩进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我就是觉得那些 真的很难以忍受的缺点 邋遢呀 然后抠门呀 而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每次发生有什么矛盾的话 我解释你就觉得我是在辩解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觉得啊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 你在解释它是辩解 就比如说 我们其实上班都累了回到家里嘛 那我想的就是在躺床上休息一下呀 但他就觉得 你怎么这样了 就一回家就躺 要不你就跟床过吧 你是不是就当我不存在呀什么的 我感觉他也不考虑我啊 他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啊 你一回到家你是怎么样子的 你躺一会可以 你躺一会我允许 但你不要老是在那个床上躺着呀 对吧 你累我也累呀 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互相聊聊天 争计一下感情对吧 散散步也好啊 甚至看个电影也可以啊 你确定你要去给他看电影吗 可以的 这些 电影票好多钱呢 但是前提是要有优惠 前提你看 所以女生今天来的道理是干嘛的 我再问一次 我来就是想得到他的偏爱 那要怎么偏爱呢 就拿他抠门这件事情说 你不能对我也这么抠门吧 他对你已经不抠了 他自己吃泡面 你吃饭还要怎么着啊 那 所以你到底想干嘛 你把它想清楚 要不然怎么帮您呢 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 因为生活已经到了那种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就是生活上面呢 他老是嫌弃我 这口那口 对你来说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对啊 我就觉得 我都很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已经 因为我这件事情 我已经焦头烂额了 男生说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女生说的这个种种 抠是无法忍受的 懒是无法忍受的 然后女生说了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是说 我的男朋友不会按我的想法来 他没有偏爱我 那为啥还不分手呢 你给我一个不分手的理由 我跟他的话就是 他一开始给我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他很能逗我开心 可以说是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幽默感 然后对我 其实也挺温暖的 一个人 听明白了 他会让你开心 对吧 对 现在这个开心果 还让你开心吗 除掉那些缺点的话 哦 要是能不抠门了 要是能不懒了 完美 对 来 应该怎么办 各位老师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根根于怀 女生爱面子 我就匪夷所思了 这么一个爱面子的女生 怎么会和你这样的男生相处两年呢 男生恕我直言 他指责你是抠门 我一直想在你身上找到 这不是抠门 而是接茧 我失败了 我原本认为 抠门嘛 可能是他的习惯 但是 但是 邋遢 两者 风流麻不相及 但我现在 发现 有关系 两个星期不洗头 是为了 洗发液可以省 不洗碗 是可以 省下 洗洁 但卫生呢 安全呢 你想一个女生 因为喜欢你在一起 她确实吃到了 她想吃的食物的时候 旁边那个男生 是一碗方便面 我想这是一种抗议 这是一种明白地告诉你 你奢侈了 买了公园门票进去 你喜欢游乐设施 你玩吧 我在旁边看 你说她玩得快乐吗 她是不是感到很惭愧 很内疚 很负罪啊 这样的恋爱 我看不到可以改变的希望 关键是她认为 自己做的根本没有错 所以她改不了 我想也一定有女生 能够接受她这样的 所谓的邋遢和抠门 但是你肯定不合适 最后送你四个字 敬而远资 好吗 我在想 你这样的抠门呢 这个词不好听 我满以为是叫节俭 但如果节俭的话 经常有一个词连在一起 叫勤劳节俭 但是发现在你上找不到勤劳 你要懒的话 那意味着你就不会创造价值了 那就是压榨 压榨谁呢 压榨自己的健康 压榨 女朋友的 感受 因为你可能 在乎到钱了 但是其实 你忘了 因为这个抠门 你伤害到了 女朋友的感情 所以这个你想一想 其实也是 另外一种损失 你没有全面的算 如果你要全面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事既省钱 还能让女朋友高兴 又不伤害彼此 这个叫真正的节俭 抠门就不一样了 抠门 它是狭隘的 是一个压榨性的 这是我想跟男生说的 那女生我想问一下 刚才问的谁懒 啊 主持人说了 你是第一懒 他懒得走 这个的确要思考一下 第二个问的是抠门 他扣门 你扣门吗 我还好吧 你还好吧 我没他那么扣门吧 我觉得 你多少也有一点 至少在你们谈话当中 他不收的花钱 他不收的花钱 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 你怎么花钱呀 这个 也要反思一下 有的时候呢 经常说别人 小心眼的人 有可能自己 也是个小心眼 多多少少有一点 所以我也没看到你的 大度 至少我没看到 吃方便面 你那吃着 八十块钱的餐 如果你真的心疼 你的男朋友呢 那可能你也会说 把方便面拿过来 这八十块钱的餐给你 而不是一味的说 你吃着八十块钱餐 人家吃泡面 除了说扣门之外 咱还能做点什么 或者给这个男朋友买一份 或者交换一下 或者你不吃 我也不吃 总之呢 不是一味的 只是评判和指责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 这个感觉也不是 非常的好 对不对 综合以上吧 我觉得纠错这事 就不要想了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人的价值观 人的生活习惯 它是很难改变的 多少年以来 会发现 改变别人这件事情 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咱们就不要尝试 把自己创的头部血流 然后便脾磷伤 发现我们不合适 不如知道这个真相 早点做决定 刘老师你是醍醐灌顶啊 我才弄过来 他不打车 你打车不就完了吗 他吃方便便 你看不下去 你给他买啊 你也没从考德雷 拿出这个钱来啊 原来第一扣在这儿是吧 虽然都扣 但扣的地儿不一样 他可以把钱给你花 但是他吃差一点 从这点来说 那其实他爱你 比你更爱他多一些 比如说 买化妆品 他即使再不乐意 他就唠叨唠叨 你买没买 你买了 你对自己不扣啊 但他呢 就觉得哎呀 看不惯你这种消费的观念 那个血糕 你吃了 对不对 但为什么你给他买一个 你们俩扣的方向不一样 其实他更爱你 但是呢 你呢 却一边占着便宜 利益的记得者 又看不上那种观念 可他真是啊 已经把所有他能做到的都做到了 但是你没有领这份情 你们俩不会长久 因为你们俩因为消费观的不同 你们总是无法一起做一件事情 你们俩能不能继续下去呢 挺难的 挺难的 关键你能不能领略到他在抠索自己的时候 在节俭的时候 对你的那份心 你的你的钱交给他吗 没什么钱 所以 你直接回答我 那就是不交了 各自有各自的钱 我们现在是没有说水管钱之类的 好的 对于你们都抠的人来说 我只能说 爱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所以你们的爱都在自己这儿 没有在对方那儿 就这样吧 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里面啊 有三个概念 节约 抠和事前如命的三者境界不同 节约是什么呢 节约就是该省的地方省 该花的地方花 省出平时可以不用的钱 在一个重要的地方一下子更花了 这是节约 抠呢 是你这样的 对别人抠 对自己大方 你看 所有好处都是他花了钱 你吃了 然后他一点都没落上 所以你是真抠 他是什么呢 他叫事前如命 就钱是比爱情高 比卫生高 比别人的眼光高 这个时候你发现 哎不对 你本来是个抠的人 但是呢 希望别人对我大方 我对你可以抠一点 你发现不对了 今天这个人比你还厉害 我跟你讲 就归根结底 两个人是一句话 就是自私 所有的一切都是 纠结于自己内心所坚持的那一点东西 看不见别人 如果从价值观的角度上来说 你们俩不是不合 你刚才上来的时候说的是对的 就感觉是有瑕疵 有瑕疵你改掉就好 问题在于 如果你们两个人所有做的这个事情 都是瑕疵呢 你们共同占了一堆的瑕疵呢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你们有没有共同的去寻找一个两个人 所能够认同的那个更好的生活 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对于未来的目标 是没有办法达成同意 这才是问题所做 就这样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爱去哪儿了 爱他吗 爱他什么 爱他 能让我开心 就是他是第一个能让我就是 开心这么长时间的人 你爱他吗 也爱 爱他什么 爱他平日里虽然都有抱怨 但是抱怨的同时也在包容其实 哦 包容你什么 包容我懒 包容我抠 所以你都明白对吧 这个就是需求 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 既然你觉得它是一个开心果 那你就接受它的瑕疵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在一起 今天这件事要说开之后 其实改的方向就有了呀 你升为吗 哎 我们俩就一起走路吧 走路让我开心 要不然你就说 咱打个车 钱我出 你就降一下位 这不就行了吗 能降位吗 就他花钱的时候 你心会不会痛 如果说他花钱 你心也会痛的话 咱就别谈了啊 看情况吧 如果是 行了 就到此为止吧 你怎么了小孩 放下自我吧 如果要爱的话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能遇到像你这样的人 只是我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就是后面相复久了才渐渐显现出这么多矛盾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改我也能改 我们各自都能仿思一下 你知道你这种问题存在多久了吗 从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后面完全变了一个人 结果我感觉你就不关心我了已经开始 让我觉得你的态度我已经琢磨不透了 我对我们未来其实挺迷茫的 最后的话 我也我也 但是就是很迷茫 谢谢两位请回 在一起双方都已经感觉到如此的不舒服 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双不出 两个人都抠 只是抠的不一致 抠的不和谐 所以预测 难出你不出 我觉得他们要听你的话 他就双出了 各自调整一下 在同一水平上就行 来咱们一起看结局 你们俩就好好的吧 别去抠别人了 想想幸福到底是 谢谢老师 来吧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水泽 请见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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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人群当中他们俩相遇也挺不容易的 能配得这么机缘巧合 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 如果他们意识到了 把自我这部分再放出去一些 也许这一对会幸福的时候